是浅白色 二级是乳白色 三级是云白色 四级是磁白色 一二三级的话 它都是一个不完全性白斑 不完全性白斑 也就是说我们基底层 是有大量黑色素细胞的 那么到了第四级 成为完全性白斑 完全性白斑 基底部的黑色素细胞 脱视完了 没有了 这个时候诊断白边风 那么前三者都没有脱视完 我们统成为色素减退斑 但是呢 现在花斑选也排除掉了 第一你没有淋血 第二你检查的微循环 是有异常的 那个花斑选的话 它第一是检查出了 是有真菌感染 没有 所以说那个排除掉 你现在诊断是色素减退斑 嗯 说实话 是吧 但是不能除外 白天风不能除外 但是它现在达不到 嗯 啊 所以现在的话 你知道首先要改善微循环 然后温敷着色 咱让它先控制 别再发展了 因为现在面体还挺大 嗯 第二个呢 肤色 肤色把它捧 好